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2.2的部分 光的反射 下列现象 下列现象中 属于光的反射现象是水中的倒影 所以你不要看到倒影的这个影 你就觉得说是影子的影 这个其实是 这个影 这个影其实就是照镜子所产生出来的那种像 所以它其实是反射的一个现象 所以不要搞错这个影 这个影是黑色的 这个影是有点像照镜子产生的 下列何者不是反射定律 反射光线 入射光线 法线 都在同一个平面上 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分别居于法线的两侧 反射角跟 等于入射角 这些都是 但是光路不可立 光路是可立的 所以不可立是错的 下列何者 是镜面反射的叙述 平行光线造色在光滑的平面上 所以粗糙的就是错了 然后反射出来也是平行的 这个就是镜面反射 慢反射的话 它也是平行光线造色进去 我们这个是固定性变出来的 反正都是都一定是入射光线 那边都是平行 我们看它反射那边会怎样 但是慢反射的话 它是造色在粗糙的土面上 所以它就会反射出来 就不再平行了 所以这个就是慢反射 那有关镜面反射跟慢反射叙述 何者是正确的呢 镜面反射一定比较亮 不一定 慢反射一定比较暗 也不一定 这个就要看它的 镜面反射有时候会比较暗的 所以就要看你的站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准准站在那个光源反射的那个位置上 你就会觉得很亮 OK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暗的 因为它光线的照反射走的 那镜面反射符合反射定律 慢反射不符合反射定律是错的 全部都符合这个反射定律 OK 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方向都能够看到桌子啊 书啊等等的 是因为呢 这些物体呢都产生了慢反射 所以我们在它不同的位置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 所以如果它是产生镜面反射的话 我们只有在 certain的一个角度可以看到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就看不到 OK 然后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呢 镜面反射只发生在平面镜的表面 不一定的 它只要足够的平 足够的平滑 它就可以产生镜面反射 镜面反射和慢反射中光是光路都是可逆的 虽然很多人就会觉得慢反射可以 其实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把特定的那个光线 就是如果是以那个那种 怎样讲呢 雷着这样子来point的话 你发现到它反射的那个方向啊 你在倒转的照围过去呢 它也是可逆的 OK 所以呢 即使是慢反射也好 它还是符合这个光路是可逆的一个原理 原则 OK 然后呢 镜面反射遵循反射定律 慢反射也遵循反射定律 所以它讲不遵循是错的 慢反射 镜面反射中 反射光线慢无规律 慢反射的反射光线一定规律 这个是两个叙述道法 OK 然后呢 这个是课本的题了 我稍微的再放在这个小节的练习这边 雨后晴天的夜晚 如果你为了不要踩到那个地面上的水的话 你迎着月光轴亮处是水 你背着月光轴暗处是水 OK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讲说水呢 进行镜面反射 你迎着月光你就会看到它比较亮 你背着月光呢 你就会看到那个镜面反射呢 会比较暗 就是这个圆灵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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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